尊敬的戰友們好啊 這個是5月28號第三次我發蓋特啊 就是今天就在我們六四啊 這個最後一個紀念日也是我們的 新中國即將誕生之日啊 蓬佩奧國務卿以及美國的 我們的滅共啊 他們稱為六大幹將 實際上我們是六十大幹將 六十一個人 六十一個大幹將啊 做出了這大的決定 這可以說是真正的美國和世界 我們的以美滅共啊 以美滅共把戰場拉向國際的第一次啊 每個人都愛我們雷迪妹 每個人都愛雷迪妹 麥爾斯郭你是英雄 麥爾斯郭不是英雄 這個最重要的事情 龐佩奧國務卿在六月四號以前給了我們個最大的禮物啊 這在三年前我在華盛頓說的時候都說我是傻叉啊 絕不可能瘋了 甚至在六個月以前我和班農先生開會的時候還吵得一塌糊塗啊 在華盛頓啊 我們在個簽公關公司的時候 他說郭先生你這個全世界最危險的啊 幾乎零回報的投資 我但是我們一定會做啊 戰友們沒有龐佩奧國務卿絕對做不到 他的壓力太大了 你們不知道他壓力有多大 就像我昨天和前天在視頻中說的 就是在幾天前在華盛頓還爆炒呢 還爆炒呢啊 所以說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拜託了啊 大家一定要拜託了啊 如果你們是爆料革命戰友們 有真正的反共的话 真正的有信心灭共的话 去到蓬佩奥国务卿 到他的推特下面 对他表示感谢 我呼吁全香港 全世界的华人和中国 有良知的 到蓬佩奥国务卿推特下面 就是用双手 就是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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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说多了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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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感谢 I love you 感谢你 蓬佩奥 拯救中国 拯救香港 mai hero 就这就行了 忠不忠诺 你们 我感谢